第1446集 妈逼的 刀哥 这小子交给我吧 我就不相信了 我还能治不住这家伙 一个马仔实在是看不下去 他感觉叶好轩这家伙装逼实在是装得太大了 他一步上前一把就向叶好轩的衣领上抓去 同时他提起了自己的右拳 就向叶好轩的脑袋上招呼了过去 这是这些小混混们 打人的时候最常用的一招 他们一般都会率先抓住别人的衣领 然后在别人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一拳砸过去 可惜的是啊 这家伙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那就是他真的把叶好轩 当做了一个普通人来对待 而且他平时嚣张惯了 没有吃过亏 要说给点颜色瞧瞧 那也是叶好轩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而不是他们给叶好轩点颜色 这家伙的拳头刚刚砸到了半途中 他就感觉到一阵剧烈的疼痛 却是叶好轩迅速地伸出了拳头 和这家伙的拳头对在了一起 好硬的拳头 这小马仔没有吃过亏的样子 他的右手被叶好轩一拳击中 现在他的右手弯曲得不像样子 他的骨头早就断了 他情不自禁地吼了出来 叶好轩最不喜欢听的就是 他们这些家伙被揍时候的声音 在这家伙的惨叫声还没有叫完之前 他就随手补上了一拳 小马仔一声不响地趴在地上 这一次 这或是真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你妈逼的 刀割的事情你也敢管 你是不是找死 另外一个小马仔大怒 他提不上前二话不说 拿着一把水果刀 对叶好轩的腹部捅了过去 这把水果刀不是什么管制刀具 而事实上 现在华夏对刀具这块管控的比较严格 这货就是经常出入派出所的 他清楚如果手持管制刀具伤人 会有什么后果 虽然他伤了人之后 老大会把他捞出来 但毕竟耗子里那些地方 那不是什么人都愿意待的 所以水果刀就成了这些小混混们 钟爱的东西 这货也是一个狠人 他说要捅人那就绝对假不了 可惜啊 他还是有些太高估自己的实力 他的刀子刚刚伸出来 他就感觉到右手一紧 手中的刀子被人整个的夺了过去 哟 不错的水果刀啊 是艺术品吗 这么脆弱 叶浩玄小和和的说 他打量着手中的水果刀 然后两手一点一点的 把锋利的刀刃给掰开 然后丢到了地上 一脚踩了上去 看着那把金刚制成的水果刀 被叶浩玄一点一点的弄断 而且还是用一双肉掌 这让那个小马仔不敢吭声了 他吞了吞口水 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哥们儿 你懂硬气功啊 刀哥看着叶浩玄 他的语气不由自主地变得恭敬了起来 开玩笑了 这可是一把纯钢制成的水果刀 这家伙居然像是当作塑料玩具一样 一点一点的把刀子给掰断 这说明叶浩玄的手底下还是有点功夫的 我懂不懂硬气功的关你什么事情 别跟我讨近乎 什么哥们不哥们的 我会有你这样的人渣哥们 叶浩玄冷笑了一声 什么叫做吃忍怕硬 刀扒头 就把这个词给演绎得很好 刚开始的时候 他不是挺屌吗 可是自己还没露一手呢 这伙马上就怂了 有你这样傻逼的人吗 你他妈的还能不能有点骨气 刀哥的笑凝固在了脸上 他拿起烟点上 然后狠狠地吸了一口气 随后又把烟丢到了地下 这才盯着叶浩玄道 我们老板做事 有我们的规矩 你破坏了我们老板的规矩 你们老板是谁 叶浩玄淡淡地说 他是护城的佛爷 不过我说佛爷 你也可能不认识 刀哥冷笑了一声 他在圈子里可是出了名的很 说白了吧 佛爷的一位朋友 身体不舒服 他需要一位生辰八字 十分合适的女人冲中戏 所以 刀哥指着于轻轻的 我们就找上了这丫头 这样也能治病 叶浩玄简直无语 他做了这么久的医生了 还真的没有听说过 冲洗能治病 这你就别管了 是因为风水大师说的方法 刀哥摇摇头 这个生辰八字 又是女孩的人很难找 恰好于轻轻就是 所以 你今天就算是帮了他一时 也帮不了他一时 万马佛爷在圈子里的名声 你可能不知道 他达不到的目的 是不会罢休的 也就是说 就算是今天他还上了钱 你们也会想办法再找他的麻烦 你非要把他给逼到绝路上 直到被你们那个什么佛爷 给包养了才肯罢休 叶浩玄笑了 不错 我就是这个意思 刀哥微微的一点头 他冷笑道 所以 我劝你还是不要再多管闲事 我们佛爷虽然有度量 有些时候 他不喜欢跟别人计较 但你再这样阻挠他办事 他是不会放过你的 唉 可惜了 叶浩玄摇摇头 我这人也有一个习惯 那就是一旦我想管的事情 那我就一定会管到底的 这件事情 如果不管到底的话 我也不会罢休的 行啊 行啊 刀哥冷笑了一声 在护着 居然还有人敢和佛爷这样对着干 说真的 你真的让我长见识了 今天的事情 我不计较 因为我知道我打不过你 不过来日方长 我就不信了 你能护得了这个女人一辈子 刀哥说完了 笑一声 他拂袖而去 他的两名马仔 相互搀扶着离开了 好了 清清 没事了 看到人走了 杨倩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其实他的心里 也挺有些六神无主的 毕竟这些人都是 道上的人 他也得罪不起 他们 他们怎么能这样 于清清的眼泪在眼里打转 从刀哥的话里 他已经听出来了意思了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 那些人怎么能这样 杨倩有些愤怒地说 这还有王法吗 我们现在就去报警 报警 管用吗 于清清现在有些六神无主 他可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那些人之前找过你吗 有人找过我 提出 提出过 说到这里 于清清有些难为情地低下头 有些事情 他一个女孩子家 可能是有些说不出口 哎呀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说出口的 你说出来 我们大家帮你想办法 杨倩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看到于清清吞吞吐吐的样子 他有些着急地跺了一下脚 谢谢你 切切 我知道你也是为了我好 但是这些人 我们得罪不起的 我 我不想连累你 说到这里的时候 于清清已经是带着哭腔了 别这样 杨倩的眼圈一红 他不由地想起了自己的遭遇 他和于清清一样无主 不过还好 他有叶好轩帮忙 这才让他上次没有遭遇到 那些混蛋们的毒手 没事的 我能帮你 就算是我帮不了你 杨倩看了叶好轩一眼 然后拉了叶好轩一包 就算是我帮不了你 他也能帮你的 真的吗 于清清对于叶好轩 有种无法表达的信任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或许是因为叶好轩 那次英雄救美的形象 早已经深入人心 所以他对叶好轩 有种出奇的信任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也是普通人啊 叶好轩苦笑不得 他觉得杨倩真的会给自己找麻烦 叶无常 我觉得你人不错的 杨倩也是属于那种会卖萌的人 他拉着叶好轩的手臂 一边话 一边笑嘻嘻的 而且我觉得你为人正直 看到这种事情 你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 一定不会的 对吧 你怎么知道 我一定不会袖手旁观呢 叶好轩无语地说 万一我也是属于那种 挺怕事的人呢 不 在我眼里 你就是一个大英雄 杨倩摇摇头 你知道吗 叶无常 自从上一次你救过我之后 我就 我就 行行行啊 你不用说了 我可没有你想得那么好 叶好轩感觉身上都要起鸡皮疙瘩 他连连摇头的 好吧 这件事情我去想办法 而且 不见不平 如果我不出手的话 那就不是我了 叶好轩微微一一笑 对嘛 这才像是我认识的叶好轩 是那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杨倩这才和和一笑 他伸手派了叶好轩的肩膀一下 叶大哥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我 我不想连累你 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于轻轻叹了一口气 他还是有些不忍心 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人 没事的 叶好轩笑了笑 我这人虽然不管闲事 但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 我还是比较喜欢管一下的 这就是我的性格 而且 我还看不惯有些人 自以为自己有钱 自己狠 天底下谁都管不了他自己 不过这些人 我向来是比较喜欢挑战一下 他们的权威的 叶好轩笑 给一颖空打了个电话 叶好轩先摸清楚 护成一些人的底细再说 他觉得掌控这些人 对他以后在这里的任务 也是有帮助的 现在他出来的时间也不短了 但是对于任务上 似乎是没有什么静静 这就让叶好轩有些蛋疼了 他的时间不多 处理完了这件事情以后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但是这件事情 在他看来似乎是有些没完没了了 这让叶好轩极度的无语 所以他得加快进度 单靠特勤局的力量 他感觉有些不太够用 所以他要亲自下手了 不管怎么说 都要先把梁佩山身后的那些势力 给揪出来 尹空是鱼人族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言人 现在鱼人族尝试着和这个社会多接触 所以每一批年龄到了的鱼人 就会让他们到这个社会上 跟人接触 这也算是这种种族的成年礼吧 在鱼人族的领地里面 没有黑暗 没有勾心斗角 大家似乎永远都是那么和睦 这也正是这一些非人类种族的弱点 所以可人便决定 让他们到这个社会中去历练 作为他们的成年礼 为的就是让他们适应这个社会 鱼人族虽然有很长的生命 但是他们终有一天 要走到这个社会的 他们要在这个社会中 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很快 叶好轩便磨清楚了 这个佛爷的来路 他看着一份资料 一边看一边摇头道 这家伙是条大鱼啊 看来想把这条大鱼制服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